正所谓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暗欲消 在《射雕英雄传》这一作品中 金老先生给咱们塑造了不少的传奇人物 其中东邪黄耀师这个人可算是天下第一奇才 什么天文地理奇门方阵八卦五行 琴其书画,兵法阵法可谓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经 此人博学多才,兼之武功又十分的了得 并赢得了华山武爵之一的东邪这一称号 黄耀师独门绝技为弹指神通与批空掌 当年他就是靠这两门绝学 与红旗公的降龙十八掌,南帝的伊阳指 欧阳峰的蛤蟆公,斗了个旗鼓相当,胜败难分 黄耀师不但学问杂,武功也杂 五花八门,看得人眼花缭乱 洛英神剑掌是黄耀师自创的一种绝世章法 出掌灵力如箭,招数繁复奇幻 双臂挥动,四面八方都是张影 或五须一师,或八须一师,须招固为诱敌扰敌 但到临阵之时,五须八须亦可变为使者 黄耀师被权真妻子天罡北斗镇所为使,就是使用了此掌法打败了妻子 此剑法出黄荣外,无一人得传 他的几个徒弟也没有人学过 兰花拂血手,黄耀师与黄耀妇女俩都会 最讲究的是快准齐轻 这门绝学在使用时,拇指与食指扣起 余下三指略章,弯曲或成年花指指形 如一枝兰花伸出版,身姿让人赏心悦目,气度嫌异 欲销剑法,剑是潇洒俊雅 但剑招中,俊雅花俏的招数并不只是为武剑而用 而是妙用非凡,将内力灌入剑中 使武剑者另有粘力,可以攻对手的兵器 东方绝技是洛英神剑长和旋风扫夜腿 融在一起的一种绝学武功 总共有三十六招,威力惊人 就像一个人拥有六掌六脚 让对方感觉自己的身旁到处都是掌 都是旋风腿,避无可避 若打出去六招之后,对方还不后退 接着紧跟六招,且招式越来越快 越来越凌厉,对方应接不暇 弹指神通就不必多说了 他与一阳指齐名数十年 与降龙十八掌蛤蟆弓打成平手 连王重阳和求千刃都不会 倚天屠龙记中的杨霄 侠客行中的谢燕客、杨过、成英都会 碧海朝生曲这个绝招厉害就厉害在了 它并非什么剑法招式 而是一首配合内力吹出来的曲子 听者如果内力不强,必会身受重伤 在《神雕侠侣》中,李莫愁挟持鹿无双 及其婊子并将其困在古庙后遇上了黄耀师 黄耀师急性演奏一番,李莫愁就夺门而逃 这首曲子不亚于《笑傲江湖》中的《笑傲江湖》曲 一个人武功高了,自然会收一些徒弟来传承自己毕生的武学 结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两部作品 黄耀师一共有八个弟子 曲陵峰、陈玄峰、梅超峰、陆成峰、五眠峰、冯墨峰 都是他早年收的徒弟 成英阳过则是他晚年收的弟子 除了八个徒弟之外 黄耀师也有好几个了不起的传人 比如女侠黄荣、阿梅派祖师郭湘 以及今日咱们要讲的这位曾经被评为倚天托龙记天下第一高手的女传人 世人都知 倚天托龙记中武功最高之人乃是武当祖师张三丰 此人神功盖世十多岁入武当山修炼 苦练十余年内力大尽 此后研究道家经典 并与自身武学相印证 开创了武当一派 书中说张三丰自从成名以来几乎没有败记 论及武功修为 江湖上只流传各种各样的传说而已 所以难道还有什么人的武功能够超越张三丰的吗 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 而且对方还是一名女子 即便张三丰成不了天下第一 武林中起码还有名教教主张无忌在 无忌哥哥身兼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 太极权剑四大神功 夫以圣火令绝学 武功之高 当时除了张三丰 再无一人是他抗手 何以连张无忌也集不上这位神秘女子吗 黄耀师的这位神秘传人到底是谁呢 其实天下武功的高低 不能从真实水平入手 好比科举状元不能从实际的本领能力入手 为何呢 因为评估之中掺有水分 因为某些人善于瞒住天下众生的眼睛 天底下名不腐蚀的人太多了 与萧峰齐名威震武林的慕容傅 有什么真本事呢 凭什么能够与武功胜过他 侠气远超于他的萧峰相提并论呢 丁春秋武功虽然一流 但是能集得上萧峰虚竹和段玉吗 而兴秀派弟子几乎将他吹到了天上去 东方不败 自称不败 武林人士皆认为他是当时第一高手 他当真就是天下第一吗 注意啊 华山之上还有一位冯青阳呢 神雕侠侣结尾 黄耀师阳过郭靖等人 在华山见到一群人在鄙视武艺 他们武功低伪 却居然敢册封天下第一的称号 难道不令人笑掉大牙吗 可惜偏偏某些人 就能够得到不该属于他的名声 社会就是这样 舆论往往盖过了实情 黄耀师的这位传人 便是因此而成为倚天屠龙记第一高手 在原文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九阴真经中 一部分是速成的武功 可惜给黄岛主另外两个弟子练错了 黄岛主心伤弟子之死 设法予以纠正 使得既可以速成而后患一属有限 这套神功后来被峨眉派弟子周芷若所学 他因此在短时间内实力突飞猛进 作为黄耀师的武学传人 周芷若并没有得到黄耀师公正 严明实事求是的精神 相反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 当年少林寺邀请天下群雄 召开了图师大会 个人比武论输赢 周芷若在大会上 以他的九阴白骨爪白蟒鞭法 威震群雄 连名教教主张无忌 都败在了他的手里 天下再无抗手 于是乎这个孤名调狱之辈 居然被评为了武林天下第一高手 原文是这样写的 群雄虽见周芷若已夺得 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 踏势却未了结 心中各有各的计算 谁也不下山去 这场英雄大会与神雕结尾的 华山论剑几乎雷同 一群武功二三流的高手 厚着脸皮 给天下英雄做了一个排名 可笑至极 这场英雄做了一群武功二三流的高手